2022台北羽毛球公开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戴志颖作为女当头号夺冠热门 他的表现也最令人期待 事实上作为东道主 小戴在这片场地上曾多次夺冠 最为经典的一次决赛 当属2018年他和当麦名将瑞恩之间的较量 那场比赛小戴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后两局强势爆发 均打疯了对手 话不多说 一起来回顾下吧 第一局比赛 小戴这两球失误的太可惜了 赛恩打了个滚网球 小戴倒地去救 已经来不及了 赛恩这防守增强 逼出戴志颖又一个失误 揭发直接下网 小戴连丢五分 一旦一旦输掉了首局 一旦输掉了首局 进入第二局 戴志颖开始发力 他一上来就连续批杀得手 这个犯网真是意高人挡大 这个犯网真是意高人挡大 又一个出奇不意的犯网 这局小戴的失误明显减少了 反光人高马大的罪恩 在移动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又是往前的突击 这局小戴早早取得巨大的领先优势 漂亮的点杀对角 小戴完全将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 瑞恩总算是等到扣杀的机会 发泄一下 但他这发球的质量 实在一言难尽啊 这不是送分吗 小戴的往前技术真是太细腻了 再次细耍了瑞恩 再来一个 瑞恩彻底崩盘了 随着瑞恩 访开下网 小戴轻松拿下第二局 决胜局的小戴更加势不可挡 开局又是连续细耍对手 批杀 勾对角 一气合成 在被连续调动下 瑞恩的体能明显出现问题 进攻失误多到离谱 直接被小戴轰了拨8比0 这样大比分落后 不过今天瑞恩的运气真是不错 又一个滚网球 这段期间小戴的食物也开始增多 瑞恩趁机连续追分 关键时刻还是得靠往前 又一个再度拉开 瑞恩真是被耍得没脾气了 在主场光众的助威声中 小戴越战越勇 而且打得收放自如 仿佛武林高手一样 最终小戴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实现了翻盘 又一次在家门口登顶女当桂光 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 小戴的这招往前计数 真是让瑞恩吃尽了苦头 7一点 请订阅 4点 1 4点 4点 5点 5点 6点 6点